前身是西環大樓的 恒地西迎盤新盤漢林峰 近日陸續入伙 在正香港大學港鐵站出口隔離 行幾秒鐘就到 另外基座有商場 基本生活配套樹堤充足 雖然是單棟式住宅 但漢林峰可以細分為四座 每層各自有五至六個單位 大部分都是細單位 像這個位於中層的開放式單位 10呎223呎 屋內的報告一眼看完 廁所沒有窗 屬於黑廁 儲物空間流言不足 鏡櫃的深度比較淺 而洗衣盤下面的櫃也放不到太多東西 單位主要外望附近的舊樓景 三條縄海都加少少分 不過望近一點 就看到旁邊大廈天台 不少天線等的設備 業主就說很擔心複射問題 我們就幫它用儀器量度過 發現複射量遠小過電箱和電腦 所以不需要太過擔心 反而要關注的是 露台的欄杆原來有很多垃圾 除了欄底蓋上白色膠紙未撕外 夾口全部都沒有擠膠 而且已經擠了很多髒東西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收口膠 但如果你不知道 我們看到整條坑在玻璃篮底 那裡就會積住水 又或者有些孔滴下去下底 有機會在篮底下底滴出來 欄杆還有很多崩花和污漬 估計是由於工人仍然在外牆 用吊船幫其他單位趕工 所以無可避免會掉灰泥和砂石 在露台上 扣分最多的工種是石材 無論在廳還是廁所 都見到不少地台石崩花或者有裂痕 其次扣得多分的還有門和窗 廁所和大門的門心門框都有崩花 而廳的大玻璃窗刮花問題更明顯 這個位置有很多密集的花痕 這種花痕看起來 我覺得像是後期抹花 例如你抹的時候 毛巾有點不乾淨 有少許浪費 一抹下去就幾條貓鬚走出來 清潔玻璃的時候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毛巾不值錢 但玻璃很貴 其中一個解決辦法就是磨玻璃 不過如果磨得太大力 就有可能演變成另一個問題 就是哈哈鏡 我們驗了這個盤 一個334呎的一房單位 無論是廳還是房的玻璃窗 看出去對面的大廈都扭曲了 這個位置其實我們看到玻璃 它有少許磨痕 我相信這玻璃之前是化了的 做過打磨工作 不過就重手了 玻璃磨得太多 其實厚度不平均 所以你看出去的影像就扭了 已經是沒辦法的 如果真的很介意 影像不漂亮 看出去的景觀變形 就唯有換玻璃 無論是之前的開放式單位 還是今次的一房單位 窗都出事 這個還要加上有崩花 又有氣泡感 所以窗這個項目要捧蛋 不想因為看海景而看到頭暈 當然可以走出去露台 不過原來都暗藏危機 這個窗門我們看起來都很大 其實有一點不順 就不是很嚴重 不過女士推它可能會比較辛苦 另外一件事 就是因為鎖很貼 關門的時候可能要小心一點 因為關門的時候 例如這樣 我的手已經打到框 因為這個位置太窄 再大力一點關門的時候 一拳打過去 嘩 沒命 另外工作平台 到門關了之後 填不住門框 擔心會有漏風和滲水問題 這個單位是這裡的 幾乎最高層 其實景觀真的很無敵 我這個位置 其實全都見了整個海 尤其是這些開陽單位 風是會特別強的 所以逢是這些虛偽的門 必須鎖很貼 除了門之外 櫥櫃得分亦都肥佬 因為有一隻櫥櫃門打開之後 撞到廁所門頂的櫃蓋 長久擔心會影響櫃門的耐用性 總體來說 兩個單位的失分位都集中在門和窗 至於值得賺的項目亦都大同小異 批檔和地板等都得滿分 結果一個評級有B 一個就有C 發展商回應我們查詢時就說 客廳和睡房玻璃需時訂夠 會盡快完成更換 並且安排業主驗收 partic后 偶然 偶然 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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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